欢迎收看谈古论经话中医 在现代社会的观感下 许多男性面对工作压力 情绪可能不敢抒发 同时面对枕边人也不敢诉苦 长期这样下来可能会造成他们苦闷 而形成了忧郁症 但是对中医来说 这样的情况是有办法缓解的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新北市中医师工会常务理事 同时也是大汉中医诊所的院长沙正平医师 来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谈谈 如何化解男性的苦门以及忧郁症 沙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宾 他是有护理师背景的 佩玲女士 佩玲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难得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我们是讲男性的议题 但是男性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女性 所以先来问一下沙医师 其实就您的临床经验来观察就是中年男性 或者是男性他们苦闷的原因大概是有哪些呢 除了男生到中年之后 他下有小上有老 大概四十几岁的男生的时候 是人生压力最大的时候 通常这个时候 又会遇到社会上的裁缘什么 都是以中年男性为大众 所以这些经济的压力 无形中就让这些所谓的中年男子们 背负了莫名其妙的压力 所以说忧郁焦虑的情况都埋藏在自己心里面 是 那反映出来的身体上或心理上或语言上 有没有哪些症状呢 是 通常我们来看诊的都是女性居多 因为女性的话通常比较容易求医 她身体稍微有点不大对劲的时候呢 她自然就会寻求所谓的外界的求助 甚至咨询 甚至有所谓的闺蜜 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吐露 是 这时候呢 无形中呢 她就减轻很多很多的压力 而男人呢 生下来就社会的责任不一样 你跟朋友讲你的软弱部分 他会觉得你这个男生怎么一点抗压性都没有 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压力 是 所以说男性到求医的情况会比较少 是 当他发现到很严重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他的枕边人发现到自己的先生不大对劲了 才来求医 可是这个时候呢 都已经比较晚期了 是 那佩玲你在观察的时候 你发现这样子的男性来就医的时候 通常是一位还是会有家人陪伴 通常男性来说的话 他们会 一位会比较多这样子 不想让人家知道 对 就像刚刚沙医师所讲的 男人谈这个事情 感觉自己好像能力变 减弱了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不大会表达这样子 有时候不见得第一次就诊会说 也许是第二次或第三次 要用慢慢的引导他的方式 他才会愿意的讲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 所以沙医师来就诊的时候 他不见得第一个开始就说 我心理不好 我是不是有忧郁症 而是有其他问题 然后您才发现 是的 通常他来的时候呢 大部分都是自己枕边的人先发现 他刚才会觉得这个先生比较 我像以前这么开朗 好像什么事情 他又不讲 对小孩也提不起劲 对什么任何事情都好像 慢慢的好像没有 没有兴趣的感觉 是是 就枕边会发现到 这个人跟我以前 认识的老公不大一样了 通常他都会介绍 说我以前是给哪个医师看 可是通常这种男性呢 通常应该会蛮铁齿 不想去给那个医师看吧 都会抗拒 可是我通常都会跟他太太讲 你跟你先生讲个句话 我在等他 这个就交给他就好了 不要给他太大 要说你一定要来 强逼着他来 他已经很痛苦了 有柔性的方式 是的 他就觉得有个希望 有一个医师在等你 这个话会对他说是一个 无情的希望 我重复说你立即叫他来 我怎么样怎么样 他绝对不来 男生跟女生的 差异性非常大 我想医师啊 您看过这么多病人 心情上可能有时候 也会受到 难免会受到一些 影响 会不会 当然会 这个很多 因为我常常接受到负面的情绪 好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问一下佩玲 就您的观察 您发现 沙医师什么时候 你会觉得他怪怪 就是可能 你就会去关心他 有没有曾经这样的情况发生过 嗯 就是再坚强的男人 都有脆弱的那一面这样子 那就是要靠整边人 就是适逆的观察 他的情绪的反应这样子 因为 因为沙医师他本身是还蛮开朗的 开朗的个性 是是 然后就是会有一阵子呢 你会觉得说他怎么怪怪的 吃东西或者是准备给他的餐点 他就会 就是食不止味这样子 是 然后之后 在于家庭的小孩的方面 我会跟他互动说 小孩今天的一些学校的情况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回答方面 就会觉得说 就是非常冷战的 那你怎么帮助他 其实一开始 我觉得我跟一般的 就是太太会一样的反应 因为很急 因为他是家里 就是最重要的支柱这样子 心里就会觉得说 如果他 他就是有什么状况的话 那当然是 就是不行这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很担心 就跟患者的反应是一样的 是 然后就会一直 我就一直会在旁边 就是那我们去运动啊 我会想到就是 就是运动把那些身体的燥气 把它油的出口排掉 所以那时候他都会 给我一个回馈 就是说 你不要打扰我这样子 我只要静一静就好这样子 后来过一个过程之后 我发觉这个 这一是一种 情绪上的感冒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程中 我跟他的互动关系 变成我就是陪伴他这样子 所以你也就不太会去催促他 看医生运动什么就 对 就顺着他的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 因为他在催促的过程中 他会有一点被强迫的感觉 就会有一点更焦虑了 对会更焦虑 他会觉得说 你不懂我这样子 那你怎么自己 让自己的心放下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也是很想知道就是说 当诊编人遇到这个情况 我怎么样去坦然面对 但心理上 关心着急也是难免 你怎么放下这个部分 就是母亲太太这个角色 我是觉得是需要 又透过一些 就是善知识的引导跟学习这样子 那我当然有去学一些 就是稳定自己心情的方式这样子 那在家里的部分 我就是用陪伴他的角度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家里的 跟他对话的语气 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像刚刚那个沙医师讲 他给患者是说 我在这边等你 那我跟我先生互动方式就说 没关系 不管多远我都会陪伴你一起走 就是讲诸如此类的 让他安心的话 对 让他感觉说 有个我的太太是 是懂我的 陪伴我的这样子 那沙医师你那一阵子 你自己有感觉 你其实是已经有点 情绪低落有点忧郁吗 其实男生都会知道自己 跟以前不大一样 以前在开朗的人 其实人生没有永远顺遂的事情 都会遇到一些挫折 这挫折怎么调适 调适的时间有长有短 它都会过去 但是会不会有人是没有办法过去 是的 那怎么办呢 当没有办法过去之后 他的家庭就出现了 非常重大的危机 所以其实另外一半 其实要担心的是这个点 那你医师你的角度来看 因为你自己可能也是过来人 你可能更清楚 那个引爆点到底在哪 那哪一个点是 特别一定要注意 就是警讯发生 他有可能亲生或怎么样 一旦他不想见人的时候 就是一个重大的 不想见 连太太都不想见 太太还可以 就是他不想出门 他不想见到外面的人 甚至早上试睡 到中午才会起来 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警讯 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强迫他就医吗 这时候强迫他就医 他会更反抗 那怎么办 就先支持他 因为心理的支持很重要 就像他讲说 你已经有人生病的情况 可一般男生 自己知道 可嘴巴不会说 心里治他说 你已经不舒服了 有医师不错 他说在等你 他就有一个希望 这个情况会有点 随着时间 他会好一些 他好的时候呢 就可以带他来的 他来的时候 是的 他来的时候 不会讲他自己有这些病 因为一般男生对自己说 自己怎么这么懦弱 那医生也一头雾水不是吗 对 因为他的太太会先来 然后会先来告知一下 对 刚才说其实我现在是这个症状 大概我的患者里面 大概九成都是 太太 先太太先来 就是我的 太太以前都是老患者 都治疗很久 都很习惯了 就我的先生遇到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说 是不是早上不起床 是不是不想见人 是不是胸口闷 是不是手开始有点麻 他说对 怎么都是这样 我说对 每个都这样 我很有经验 真的喔 是的 他好谬喔 他是不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都有这个过程 早上都不起床 就是起不来 不想见人 所以这样子的患者来 他是不是要 比别人的频率更高一点 就是来就诊的频率 刚开始不要逼他 喔 是吗 是的 不要给他一个期限 就是他如果要来就来就对 不要给他一个期限说 你什么时候一定要来 他会把这个话记在心里面 造成莫名的压力 喔对对对 这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 这个杀医师讲的很有道理 如果是我 我是那个家属 我一定会想说 那好好 赶快每天都去或怎么样 对 他会无形中有一个包袱 是 就说你觉得舒服的话 你可以再来 效果不错 我还在等你 是 这句话对这种人 要常常放在嘴巴里 我常在等你 或是整面说 我支持你 他就有个依靠说 我现在生病了 没有 我不是孤单的 当他不是孤单的时候 他就容易好起来 我通常跟这些患者说 你只是心里感冒了 你有听过感冒 一年都不好的吗 也可能有 也有 比较少 感冒了一个礼拜来就好 所以这就是 心里面的感冒 是 是可以好的 就是它是短暂的 它不是一个永久性 是的 但你不要说 你永远不会好 它就整个打击了 其实是会好的 其实是确实会好的 据说天麻是一位 对头脑很好的药材 今天医师要介绍我们的是 天麻石井范 那请问天麻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是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天麻 通常在神龙本草经 归为上品用药 我们一般民众都认为 补义最强的应该是人参 可是在记录上面 是补义上纪 天麻第一 所谓第一的 就是超越了人参 它对脑的带氧量 跟安神定制都非常有效 所以一般我们用在脑部的保养 或是通透 带氧量比较多的话 常常会用到天麻 医师那我替观众朋友问一下 那天麻跟人参的价钱 哪一个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是 人参因为有分很多等级 贵的时候是非常贵 相对来说呢 天麻就经济实惠的多了 了解 所以天麻也有等级之分吗 是也有的 每个药材都有等级之分 那佩玲我们要选天麻怎么选呢 那一般天麻扁圆 然后偏长形这样子 然后会有稍微会有螺旋纹 素食纹这样子 那我们有需要去注意到这边 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暗语 然后就跟那个中药房说 我要买什么就保证是比较安心的呢 就是在台湾来说会有安心药材 这是每家药房都有卖的吗 几乎 几乎都是 所以我就是跟她讲 我要安心药材 她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农药是吗 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安心吧 通常各大药厂都会出一些安心的药材 她就有经过没有农药 没有什么的检验的 都比较有保障 甚至产地履历都非常清楚的标示 所以对一般消费者来说保障会更大 佩玲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天麻食井饭要怎么煮呢 我们首先要把天麻拿来泡水 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它的质地比较稍偏硬 所以我们要泡一个小时 然后鸡胸肉 红萝卜 还有香菇 香菇泡软以后把它切成丁 那等天麻泡好之后 我们把煮水取它的药汁 然后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把药汁跟药材是分开的 就取药汁去跟这些食材一起煮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是就是全部放在一起 一起蒸饭 做蒸饭或碰饺这样子 那刚开始如果我们要让这个口味更美味的话 我们可以把鸡胸肉还有香菇呢 做先爆香这样子 就先炒过就对 对 炒过的过程中也是用温火 如果火太大的话反而会上火这样子 所以这一道做起来应该挺容易的嘛 会有一些佐料 比如说酱油啊 糖啊 酒啊 去做一些提味的作用是吗 对 它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加一点黄酒 还有一些白糖 那是要提里面的蔬菜鲜味 然后还有酱油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依个人的口感 然后去加在里头 是是 我们今天也煮了这个天麻石井饭 来让两位品尝一下 是 它里面是有天麻啦 因为可以看到它一片一片的天麻 是 其实蛮好吃 脆脆的耶 而且没有苦味耶 嗯 还蛮好吃的 它的味道没有中药味这么重 这个老人小孩都可以遮受到满足的 而且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像油饭的味道 这种是事先把食材有炒过这样子 我觉得这挺适合全家 但是这个可以经常吃吗 有些人就说就把它当成晚餐啦 每天当晚餐的饭来吃 这样可以吗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那一般很少药材是这样吃的 那一个礼拜吃一次的差不多 像这种饭一个礼拜吃一次 对吃一次就好了 很可惜耶 这么好吃的东西 都不感觉它是天麻 因为它吃起来脆脆的 其实口感还蛮好的 是 那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也谈到 就是家人的啊 胃戒啦 或是家人的一些关心 然后支持是非常重要 那佩玲你通常也会教患者的亲属啦 家人怎么样帮这些患者在家里 做一些舒缓 让他情绪上有出口的一些方式吗 是的 就是因为 之前沙医生也是腻过这些 感冒 对就是情绪上的感冒这样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 我还蛮注重 就是居家护理的保养这样子 那通常这都是枕边人能够做的这样子 那通常我们会做 就是头部的头刮 头刮是 让这个身体的灶气 有个出口这样 所以我们会先取百慧穴 百慧穴就是从耳朵上方 上来之后跟鼻梁交界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百慧穴 那我们把百慧穴想像成是一个火山的出口 我们用石的汤匙或者是牛角的梳子 就是以它这个界面是比较顿的那种界面为主 然后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就会就是用一些精油当一个戒指这样子 那如果就是家里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婴儿油沾一点 让它在刮的同时不会很刺痛的感觉 那刮的技巧方面就是会以百慧穴为出口 沿着法剂一直到百慧穴这样刮 就往中心点 对中心点这样刮 那刮的同时是把这个刀气让它出来 所以我们在刮的同时就是以顺时针这样子刮 顺时针 不要乱刮就对 对不是这样东瓜西瓜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气就被你乱掉了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指节 拳头这样握起来 对对拳头这样握起来 然后抹一点点戒指就是精油挖 或者是油这样子 然后用这样子手指这样刮 这样应该比较舒服吧 对对对 不会那么力啦 对对对 然后这样刮的同时 尤其在这个法剂这部分 我们可以这样子 努力再搓揉起来 就是稍微按 稍微按顿顿的感觉 按然后转一转 然后再往刮 好 然后最后是这样子 用各种的手势手法去把它做按摩 对对对 原则就是顺时针 顺时针绕一圈 然后由外往内往中心点 对 然后接下来这个头做好以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脖子这边的淋巴 这边是很多的穴道这样子 我们就是用指节也是这样子往下 让这个气往下带 是 这样应该挺舒服的 蛮舒服的 其实我蛮常帮家宜的老人小孩啊 还有先生都会做这个居家护理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 非常的实惠 其实在按摩的同时 其实那种互动的语言 这时候就是可以展现出来 可以安抚情绪 可以安抚情绪 可以慢慢的好好的引导 然后就是像抠涂莲花一样 就是跟他心理感冒的家人 有一个心理的安慰跟依靠 依靠感是很重要的 是 因为我突然想到 这时候如果脚再泡个热水 然后加个一些中药材 是不是会上下更容易舒缓 其实那是更舒缓的 对 因为我突然想到他脚没事嘛 如果可以的话那是做拳 等于是做拳套 对 其实那是非常好 我在家里是这样做拳套的 我刚刚才不小心被我问出来就对了 叫泡脚兼头瓜 对我觉得这叫应该挺舒服 所以会有一些药材 可以加在泡脚水里面吗 可以加点药材 通常一般的话就是热水就可以了 那药材会加哪些呢 都是活血化育的 像穿穹之类的 所以要先煮吗 还是反正就泡到热水里面 就是他那个 通常都会先煮一煮开啊 煮开然后倒下来会过一过 那是比较刚刚的时候就这样 一般的话如果没有这么多时间的话 每天用热水泡脚就可以了 是 是 那今天医师呢 也还要介绍另外一道茶饮干麦大早汤 医师干麦大早汤是可以舒缓镇定的吗 是的 通常我们的干麦大早汤 其实它就是一味药方 它的药材组成呢 很单纯 又很温和 效果非常好 当作茶饮来喝的话呢 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舒肝里气的一味药 所以它适合每一个人吗 是的 几乎是都可以 看起来就是甘草 是的 甘草因为甜的关系 甜的话会让人家觉得心情比较愉快 是 这叫做扶小麦 是 它有安神的作用 红枣呢 它气色会比较好 通常我们煮的时候呢 会把它掰开来去紫 会比较好煮开 是 三味药呢 本量的适当的来煮成茶 就效果非常好 所以它煮的一个技巧有吗 佩玲 煮的技巧其实就是一起放下去之后 红枣我们把它剖开 这样子在煮的过程中 它会比较入味 通常你会煮多久 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 那挺快的啊 所以我们也来试喝一下 我们煮好的一个味道 这煮开就可以了 有甘草的甘甜 对 所以这个可以试得到原品来喝 非常好 而且它本身的甜度还算不错 对 不会太甜也不能吃 所以这也适合小朋友喝吗 小朋友可以喝一些 小朋友很喜欢 这应该会很喜欢 因为甜甜的啊 是的 像大人喝起来都挺开心的 因为我想问一下 就是中药不是说 不要放在那个不锈钢容器里面就煮 所以像这种也是吗 这种药通常用桃锅 所有药都用桃制品的煮 包括煮这个茶饮也是 如果说家里有桃锅的话 用桃锅来煮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是的 好 这可能观众朋友可以学习一下 反正我们常常要吃药山 喝茶饮 就准备一个桃锅也挺方便的 是 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啊 就是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观众朋友 对于中年男性他们郁闷啊 会有忧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什么是特别他们要注意的 就是除了我等你之外 我等你之外 之后就是给他信心说 你属于现在身的病 是一定可以治好的 是 这一定可以治好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 一旦有信心之后呢 他就真的会好起来 是 那佩玲呢 我觉得在家的女性来说 就是给丈夫一个心理的支持 是很重要的 还有在互动的过程中 言语上的温柔 是最好的 是 那我想因为很多家庭 可能不只是先生跟太太 可能也有小孩 所以我们有需要跟我们的子女说 可能家中的爸爸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需要透露给孩子吗 还是让孩子就是 不知道情况下 就是怎么样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互动 当时 那时候我们家也有 这些经历的时候 那我给孩子是 给他们一个正向的引导 是说 其实每个人都是会生病 那个是 现在是爸爸 情绪上的感冒 他是会好的 然后反而是教导孩子说 家人有生病或是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要给予陪伴 所以我就会制造一些机会 让孩子去给爸爸做一些泡脚 或是按摩的 也许他们的手法跟技巧 没有大人这么成熟 可是对于先生来说 他会觉得说 孩子有那种回馈的心这样子 反而心里会更安慰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 制造那种氛围的 也是帮助我们在 在忧郁苦闷的时候 可以疏解舒缓 至少家人 别人可能不了解你 可是至少家人都永远 站在你的生活 是的 对 我们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今天呢 希望帮助所有的人 不只是男性 就是我们可以找到 生命中中情绪 还有压力的出口 让我们自己的生活 更健康更愉快 再次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